日月潭属国际观光地区 饭店民宿林立 都是高楼层 以往发生火警 都需要从浦里吊派上云梯车 远水救不了近火 因此在地方争取下 目前不但有云梯车的进驻 消防弟兄也进行实力演练 虽然是相当成功 但却也发现围停车辆造成救灾不易的情况 日月潭地区属于国际级的观光景点 但是它的特性就是 巷弄狭想而且高楼林立 所以我们之前都是只上谈兵 我们想说不如实际来操作一回 因为高楼林立 所以我们救灾上的话 就会必须要 调派浦里的云梯车过来 但是这个路程 路程的话大概要四五十分钟 民众 我觉得如果受困民众 一定是度秒如年 现在反而是能够让民众更安心 新议员先民谋 石信龙指出目前有云梯车的进驻 未来发生高楼层的火灾或者是救灾任务的时候 都可以发挥相当大的功能 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围停车辆 希望相关单位都加重视 在早期这一台没有云梯车的存在 是因为听色太小了 一有事情 一定要调动浦里的云梯车上来支援 现在他们的技术已经成熟 而且到实地去演练 到郁达桑去演练 救灾的部分当然是第一时间救火 这一点我们也希望相关的单位能够注意 那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辅导 那去做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应该要有的改善 消防弟兄认真操作云梯车 进行高楼层救灾演练 但要回转的时候却发现相当的不易 对此议员们也强调 救灾第一 呼吁相关单位能够多加宣导 记者邱平易 于此次采访报导